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要聊關於咖啡的香氣 是不是你常常在金米咖啡店 或是在買豆子的時候 上面有很多的風味描述 然後裡面有很多關於香氣的描述 比如說花香 水果香 焦糖香 巧克力香 穀物的香氣 或是河果的香氣 這些都是香氣 那你是不是會有搞不清楚 怎麼樣去了解這些香氣的方式呢 今天喜歡就來跟大家講兩種不同的香氣 首先香氣當然是依靠我們鼻腔裡面的受氣 去感受各式各樣不同的香氣 但實際上呢 我們不光只是利用鼻子 在聞香氣的時候呢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香味 而在吞嚥的時候呢 香氣也會經由咽喉而到鼻腔裡面 讓你感覺到不同的香氣 所以實際上大家在吃東西的時候呢 咀嚼的時候呢 也會感受到食物的香氣 而不光只是用鼻子聞的 因此呢香氣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種是什麼呢 是鼻腔香氣 就是我喝咖啡的時候呢 直接在我的鼻腔前面 聞得到的味道 這叫鼻腔香氣 那第二種是什麼呢 就是我喝到嘴巴裡面 然後吞進去的時候呢 從咽口管到鼻腔的香氣 這叫口腔香氣 有這兩大類 所以你在喝咖啡的時候 如果想要品嘗到更多香氣的話呢 就可以略微的利用這兩種不同的途徑 去增加你香氣的感受度 那實際上怎麼做呢 第一點 鼻腔香氣的你可以藉由遠近法 就是靠近 聞一聞 稍微休息一下 拉遠一點點 再聞一聞 然後再靠近 再拉遠這種遠近法 因為香氣的分子呢 隨著靠近鼻腔受氣的遠近的不同 會感覺到不同的香氣 第二點呢 就是在你吞咽的時候 如果你喝到嘴巴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把意識集中在香氣上面 不光只是在味覺上面 因為味覺是靠舌頭的味蕾 而香氣是靠鼻腔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是香味還是風味 好 如果是香味的話 是鼻腔的 那如果你還是感覺不到怎麼辦呢 就是 你吞進去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停止呼吸 就稍微憋氣個兩三秒 如果你這時候感覺到香氣的話 這個就是所謂的口腔香氣了 OK 那這兩種不同的感受香氣的方式呢 交叉的應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金餅咖啡有趣的香氣囉 好 那我們今天硬派90秒 的內容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於香氣有更多的疑問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也請大家訂閱喜歡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今天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